很美 就是闪闪发光的感觉 都做了11个月的时间 是一款非常有设计特色的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刘真婷 2023香港周表展及国际民典汇翠 在汇改中心举行 这里汇集了世界名表 以及独立周表师的孝心之座 还等着我们后一起进入中表的世界吧 这个表呢叫流声机 表盘会旋转 然后这个指针的这个流声机的这个壁呢 它也会往里走 这一道制作呢 大概花了四五一月的时间 这款表您花了多长时间来说 花了将近一年 一年的时候您能带上让我看一下 对 就这么带了 这个这个是小时 空中是这么早的 哦 对 表呢上满一次鞋呢 能走一个礼拜 那我们老板也很非常大方的给我试带一下 这个属于是将香港带到了手腕上 比如说以前是那个帆船啊 云那个大厦啊 贵亨文银行啊那些都在里面 我们大概要一个星期才可以圆船 用那个带名火 烧制出来的那个把 那一个表盘 一般十块有一块成功 现在是第一天嘛 已经开始很多人来了 还有另外还有四天五天 比往年应该会多大概四十到五十% 中表展的时候也感受到了就是中表不光是一个可以看时间的 然后在女生来讲呢也是一个重要的视频 所以我刚看到一个这个珠宝表就走不动到了 然后想试戴一下 这个就是很有那个中国风的一个寓意的感觉 漂亮的这个蓝宝盘 这个表盆我们后面是用了我们唐大七飞宜的一个工艺做了一个表盘 然后主题是一个装装梦叠的主题 是一个说虚幻和现实中间的一个表现 然后中间我们用了一些钻石来表现它的璀璨这样子 其实我们整个系列很多都用到了那个飞宜的大七 东方的审美和中国的文化融合在里面 做了一个用珠宝 还有机械做媒介的东西来展现我们一些传统的文化 日常佩戴的手表呢有石英表和机械表 那么今天在中表展呢 我也看到了一位有几十年制表经验的中表师傅 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手表的日常保养是怎么样的 我一个新表就要是换电池 如果他发现他没电的时候 要立马把那个电池拆出来 要不然那个电池很容易漏那个议题 这支表呢主要是表油有实线的 都两到三年已经过期了 所以清洗一下就重新加油进去 避免争斗得太狠 对温差啊时盛啊都对那个基金有影响 我从深圳过来的 然后呢就是想看一下 就是香港的中表展 什么样的新的表款 今天还是看到了蛮多一些创新的一些团面的 一些定制啊 包括米纸面啊 还有太阳能面啊 这些新型的应用 因为也有做一些电商品牌嘛 然后也需要采购一些条款 十几万 几十万 都可以 香港中表展实体展会 持续到9月9号 线上展览会持续到9月16号 那么也欢迎中表界的业内人士 以及观众前来观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